昨天早上發生在高雄 當時這名砂石車駕駛在卸載車上土石的時候 一次是因為土石鬆軟 這車輛重心不穩發生傾倒 而車頭呢就被車頭給壓住了 造成駕駛一度是受困在車內 而緊急送醫之後仍然宣告不知 砂石車車頭被壓在橘色車頭下 嚴重扭曲變形幾乎成了廢鐵 警銷員出動機具破壞 駕駛受困在駕駛座動也不動 情況失望火急 拿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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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鐵一下 二十七號早上八點半左右 高雄田良區西德路一處土石廠 五十三歲的無姓男駕駛 開著砂石車傾倒貨物 疑似因為大雨土石鬆軟 車輛重心不穩傾倒 導致車頭被車斗壓住扭曲變形 駕駛因此受困車內 經過三個多小時的救治 男子還是在十一點多 由醫院宣告不治身亡 勞工局初步調查 雇主疑似讓駕駛在不平穩的斜坡 進行土石傾倒作業 導致意外發生 回到現場業者低調沒有回應 整齊事件詳細的事發原因 還有待進一步調查釐清 不過雇主恐怕也將被移送地間署 追究相關的刑事責任 記得蘇麗婷 葉宏榮 高雄報道